回旋猛力直出 高中生在綠地練習棒球拋截動作 卻被報警驅趕 那就是一直咄咄逼人 就是一直要我們走 我們只是來這邊打球 然後我們也沒有破壞 然後遇到人我們也會禮讓 怕影響住戶第一次被報警後 這群高中生不擊球 只練習拋截球 熱愛棒球的他們不是校隊 人數也不夠 無法負擔四小時九千元的場地費 照個空地練習 林長卻很不客氣 我只是想要快樂的打球 也就是跟朋友 就是我們在裡面有兩位同學 他們是考不進校隊 然後他們想要以校隊為目標 然後才在這邊練習 你又沒有網子 所以我當一個林長 我當然要基於這個林民的權利 要跟這些學生們告誡 同學們練習的場地 雖然離住家有一段距離 不過離後方的活動中心 只有50公尺 腹地超過300坪 L型的綠地散步民眾不多 但如果球飛的夠高 確實有可能打到活動中心 或是民宅 丟球應該沒關係啦 打球的話就有點誇張 就是沒有一些圍離或忽然 球飛出去蠻危險的 台中雖然有兩座標準棒球場 但多作為賽事用途 在市區的社區棒球場 只有三座 其中一個還在新建州 不但得搶著租 還得付上幾萬元的租借費用 普通高中生根本難以負擔 都市計畫裡面其實沒有棒球場的用地 非常少連檢疫都沒有 那我們是不是政府來出資 來做一些社區型檢疫型的 它空間不太大 可是呢可以委外經營 連Lamigo桃園隊的投手都在練書聲援 四位同學直至日本隨處可以看到打棒球的學生 離開棒球場後的城市角落 才是我們輸到脫庫的地方 世界棒球排名 台灣從第四名滑落到第六 被譽為台灣國球的棒球 卻連練習場地都很難找 讓不少人相當喜許 解釁關於西游雲台中報導